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長 今天這個影片比較特別喔 我們今天要來開一個新的單元了 那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呢 其實當我們就是漸漸看到譬如說 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階段的時候 我們開始對於裡面一些角色漸漸產生的感情 我們也知道說他們這個 大概這個角色曲線在講什麼故事的時候呢 往往在電影裡面就會出現了一句金句 那這句話呢 或許就是這整部戲的一個核心價值 或者就是一個最主要想要告訴我們的一個訊息 那有時候一些金句呢 甚至會影響到一個人的一輩子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那就開一個新單元吧 除了介紹這個金句之外呢 當然同時也會介紹一下這個金句出現的電影是什麼 那這個新單元呢 要跟各位分享哪一句金句呢 這個句子說真的對我來說真的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我想應該沒有質疑 這一句應該就是真的影響我最大的一句話 那這句話呢就是出現在 諾蘭蝙蝠俠三部曲之中的第二集 黑暗騎士之中 這個非常經典 希斯萊捷所飾演這個Joker 所講出來這一句話 那其實這句話發生的當下呢 就是一群壞人正在討論說要怎麼樣 去對付蝙蝠俠 那這個時候突然就是 希斯萊捷所飾演這個Joker 就從後面出來了 就是說你們在討論什麼 這個這個有很難嗎 就很簡單啊 就是把蝙蝠俠幹掉就好了嘛 那這些幫派呢 都覺得蝙蝠俠就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人物 所以當一個人出來就直接說 很簡單啊 就殺蝙蝠俠就好了 有什麼困難的 講這種話就會讓這些幫派覺得說 啊 那麼簡單 那你為什麼沒有把它幹掉 這個時候Joker就說出了這一句話 If you're good at something Never do it for free If you're good at something Never do it for free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你知道你很擅長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永遠不要無常去做這件事情 哇塞天啊 這句話出來的時候 喔 直接中我的心啊 聽到這句話有沒有覺得 這句話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有 是一個有在接案的人 那常常會遇到一種狀況 就是可能廠商不是那麼的尊重我們的專業 一直不斷的就是要砍你的架 殺你的架 然後認為剪接影片這件事情 應該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 不是兩三下就用好了 為什麼要搞這麼久呢 然後甚至很多就是會有朋友 都會說 欸 你不是會剪接嗎 欸 可以幫我用一下嗎 哎呦 不是很簡單嗎 幫我用一下好不好 拜託 拜託 幫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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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就是說 欸 你幫我用一下 我改天請你吃個飯好不好 改天請你吃個飯好不好 改天請你吃個飯好不好 是的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在我的生活之中 所以當時呢 我聽到Joker講這句話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那我們再重複練習一次 希望各位呢 在適當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用出來這句話 if you are good at something never do it for free if you are good at something never do it for free 好的 以上呢就是這次的 第一次的電影金句的單元 希望你們也喜歡我 這次分享給各位的這個金句 那以後呢 不定時呢就是會 挑某一部電影裡面 講的某一句 我覺得非常棒的一句話 分享給各位 同時讓各位可以練練英文 那感謝各位這次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這個單元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剛好今天禮拜六呢 是我的生日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 給我什麼生日的祝福呢 或者是有想要什麼問題想要問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 我都會一個一個回覆喔 嗯 這一年來 我覺得就是認識非常多的創作者 這一年就是對我來說 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這些創作者 那當然就是未來的一年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繼續成長下去 那有各位的支持對我來說 真的就是一個最棒最棒的禮物了 那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呢 那當然就是多多幫我推薦 多多幫我分享我這個頻道了 好的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是部長 不久 Out